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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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龙礼十八十灾日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各位多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来守灾戒 可以消除罪业九十节 今天也是观世音菩萨 欢迎菩萨来修行 所以今天所做的善业功德 念一下一百万倍 那今天也是在藏传佛教的一位 也是林玛派的祖师 念一下一心顶礼 龙礼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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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我想这也是我们修菩萨大要追求了 不能了解自信 就没办法圆满大悲 所以祈求龙琴霸祖师的加持 让我们大家能够 以慈心 悲心 菩提心为前行 精进 来了解自信 圆满智慧 也唯有正的空性以后 我们佛教叫见道 修行有加行道 我们在放生 点灯 资粮道 累计波罗蜜 最后才可以第三个叫见道 那就可以找到自信 达摩祖师讲的开悟 那唯有找到自信 开悟以后 了解众生一体 无有分别 那才真正的叫修道 真实在修菩提道 所做的都是菩提道 最后才可以达到无为道 就是成佛了 就像我们念心经的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然后我们大乘佛教叫什么 念下来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就是先发菩提心 然后来降服我们的我持法旨 然后呢 第三个 见道 你的大圆满 念下 明心菩提 你确实正的明空不二 了解自信 那时候才是真正在修菩提 第四个叫出道菩提 最后才能够圆满菩提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五道 那如果你能够圆满五道 十地 从出地到最后十地菩萨 最后成就 等待成佛的补助菩萨 最后视线来成佛度众生 那各位应该 把我们的生命的轨道 调整在这上面 那为了要利益众生 虽然听起来有点复杂 做起来更是三大阿僧奇节等等 但是一定要很精进 很有魄力 不退转的 这宁愿不能夹杂 我自己喜欢什么 我喜欢奖金 我喜欢什么都不行 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要有这个全面的 整体的大悲心 不能说我在台湾很出名 问题是你在非洲 没人认识你 那你就舍弃了非洲的众生 也不行 不能满足在一个现况 所以满足在现况 就像一个影歌星 我唱歌第一名 当然那是世间法 但是你不会演戏 你家庭做不好 爸爸妈妈没孝顺好 那你有很多事情没圆满 那我们所谓大圆满 是你骗之一切 而且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都该圆满 就像说今天你要盖这个学校 不是光钱 要找好的工程师 可以用几百年 校长 教务长 训导主任 老师 通通有了 你还有学生 地方关系都要打好 你这个全部都要了解 大圆满 所以 不但不污染一切 还能够成就一切 最后终于把一个净土盖好了 所以 每一个佛在阴地都修到大圆满 以这个大圆满来成就 所有的功德 最后成就佛道 圆满净土 这样就能够像阿弥陀佛一样 普度众生 所以大家 愿意今天 宅戒日的功德 发愿 念一下 愿找正大圆满 圆满所有波罗蜜 普度众生 最后成佛 那这个目标 要抓得很紧 抓得很紧以后 以这样的大悲心菩提心 追求大圆满的空性 来受此八观灾界 广修功德 那也为了要 得到这种开悟 我们要发愿 有如善才童子一样 能够亲近 所有正的空性 不退转的善知识 因为如果没有善知识 给我们提醒 我们这个懒惰 我们这个缺点 永远都在 为什么 有些人喜欢累积钱 有些人耗鸣 有些人懒惰 有些人悲心不够 那都认为自己在做的是对 所以 这个就不圆满 就像各位眼睛都会看 明明知道对方是错的 他都认为他这样对 在做事 甚至不怕造业 对我们来讲 也不能批评对方 我们只能说 对他生起悲心 真正的大圆满就是 找到众生的空性 比如说 这边有一百个门 只有一个门 可以当二楼 就你知道 全部人都在转转转 没有人知道 九十九个门都错了 就你知道 不但你可以上去 而且你可以了解 众生如何到二楼 修行要修到这样 如果你没有正的大圆满 你只我想要帮助他 没法导 找没门 自己可能知道 但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还有善巧方便 有九十九种方法 来降服这九十六 九种外道 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 降服九十六种外道 他们都在追求快乐解脱 升天苦行 但是他们不知道 究竟的方法 那佛陀要一一地 接触他们 甚至拜他们做师父 用各种的方法 能够调服他们 不是赢过他们 调服是希望 他们能够真实地 放弃自己的我执法执 就是那一条路 可以得到正觉之道 那当然 这个讲法是 如果你要正的空性 所谓大圆满 那你一定要有大悲心 如果你只想说 我上去了 你看我比你高 你们都还在下面 这个还是傲慢 自以为是 重点是 所有九十九个人 都上去了 你最后一个上去 因为你早就知道了 那就就是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了 所以 那要这样的 以这样的大悲心 来承担众生 带着送生 那这样呢 去追求开悟 这才叫大悲满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用了这样的一个悲心 为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 愿所有众生都找到自信 所以就不会在外面依靠了 如果你上辈子修得很好 很有福报 现在你在满足这个福报 那你就会更造业 因为你不知道福报是为了 为了引导众生 以及福报是为了 回向给众生 福报是为了让自己 能够正空性 成就佛道来服务众生 千万不要去享受福报 你一享受福报 业障病苦就来了 就像你赚了二十万 结果你现在花了三十万 那这样花不来 那你马上就痛苦就来了 所以不要在世间 往外求 往外比 往外占有 就像做生意的人 就是希望生意好 生意好 卖车子的人 希望卖更多车子 因为他就迷移世间的快乐 所以人家 7-11开这么多间 我也要开很多间 高雄有 台中有 台北有 完了以后 我希望香港也有 世界都有 我的分公司 当然世间法 这个叫成功 事实上是损福报了 浪费你的佛性 佛性是以悲心去思维 如何帮助众生 才会开发佛性 如果把你的这种圆满的佛性 搞成变成世间的分别智慧 你追求世间的成功 快乐 那就迷失自己了 再圆满了成功 然后最后还是浪费你的生命 甚至造了太多的恶业 所以福报影响力越大的人 就像你开一家餐厅 你自己吃荤的就算了 你开一家大餐厅 找了一百个员工 每天在帮你切肉 端菜 每天要给一千个人吃饭 让他们来吃肉 造恶业 那你是赚大钱了 你有福报 但是你造的恶业更大 每天都在伤害一千个人 所以如果懂了福报 那你不动